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家長很細心觀察自己的小朋友 也用著積極聆聽之後 你的小朋友願活向你分享他的心聲 这个固自然是可喜可可的事 不过有时候我都会听家长说 有些遇到麻烦的情况 就是你明明觉得你的小朋友 是有点东西的了 你觉得他心里有点不开心 你很想听他说 但是他硬是又不告诉你 你问他都没有反应 究竟是什么事呢 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小朋友 他觉得不够安全 他不够敢跟你分享 他的心里的想法而引致 在这个时候家长给多一点的接纳 给多一点的安全感小朋友 都是很有帮助的 在这个时候问一问你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小朋友跟你说 我真死弟弟 我而不得他死了去 作为家长的你 听到这些说话 你会怎么回应呢 给你们一些时间想想 无论你心里的答案是什么都好 首先问多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听到这个小朋友 这样说的时候 你心里面第一个的反应 第一个的感觉是什么 我曾经听过有些家长说 第一个感觉其实是很害怕的 为什么我的小朋友会这样想呢 他是不是有暴力倾向的 他会不会有一天 真的杀死了弟弟的 那怎么办呢 另外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很生气 会觉得小朋友这样想 实在太过不应该了 觉得他很坏 应该好好地教他 所以我们就应该说他 指正他不对 其实这个正正是我们不能够 接纳自己小朋友的地方 当我们很急于要教他的时候 我们聆听不到他心里面 背后真正的需要 而我们很快就会去教导他 告诉他听不应该是做些什么 不要做些什么 最好不要出现某一些东西 于是令到他有一些东西放在心里面 就真的不够敢告诉你 虽然作为家长的你 可能会觉得教导小朋友会比较重要 但是如果你在教导小朋友之余 亦都可以表示你是明白他的话 小朋友会更加愿意向你表达 他自己心里面的感受 就像刚才的这个例子那样 如果家长可以向小朋友表达 我真的知道你很生气小朋友的 生气到想以后都见不到他 是不是呢 小朋友感觉到你的接纳 他可能会更加愿意告诉你 他心里面真正的想法 以及究竟发生过些什么事 所以记住 家长可以在下一次跟小朋友聊天的时候 先接纳他 先表达你明白他心里面的想法